普理政公所日前举办普理政实务银行 揭摆启用的仪式 启用后将针对极难以及社会边缘户伸出援手 让爱心资源不浪费 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议员们肯定普理政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来响应 让爱心能够传递 实实在在 生成有爱 请接谈 为了帮助普理政边缘户能够得到更好的帮助 普理政公所日前开办食物银行的业务 希望让一些未达低收 总低收标准或是极难的乡亲 能够有更好的社会资源来援助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西岛组长林志忠及先议员叶仁创表示 食物银行的成理能够整回社会上的爱心资源 避免爱心物资重复发放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现在有工部门的部分 总共有四个点在运作 将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资源不浪费 让这个贫穷弱势无饥饿的目标 能够来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将来我们的操作方式 我希望说由我们县政府的这个乌溪县跟佐水溪县 两个食物银行能够来做一个整合 包括公所的部分 包括民间团体的部分 能够做一个整合 那另外就是说希望能够多加的开发 这些需要服务的个案 所有的救济的系统没有办法深入到这个边缘户 那就有赖于公部门或师部门来整合地区的所有的社团组织的资源 来协助这些边缘户 那么今天在普里镇公所的三楼 有成立食物银行的街牌仪式 然后也希望我有能力的话 也要来整合地区的一些资源 来帮助这些弱势的边缘户 让每一个角落的贫穷 我们尽可能能把它消灭掉 监员林芳宇表示 为了让资源不浪费 公所方面也排除以清零补助的民众 让一些边缘户能够硬使而得到救济的资源 让资源能够真正落实到需要得到的人身上 让人人都得以温饱 希望说能够照顾到我们社会的这些边缘户 能够消灭我们的边缘户 消灭饥饿的这一个角落 但是这一个食物银行可以说是一个平台的建构 来自于我们各个善心人士的这个物资 也希望说这个物资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普里镇公所也希望社会大众也能够共同响应 帮助普里镇食物银行能够顺利运作 让社会边缘户能够受惠 让爱心能够存递 记者查世奇 普里采访报导 心中有爱